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天陪同谢国梁到成功市场逐一项摊贩拉票 蓝银天王陆续进出 希望帮谢国梁冲选票拉大胜选的差距 走进传统市场 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梁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下 来到成功市场一项摊商肯托拉票 有摊商向谢国梁和朱立伦竖起大拇指比赞 朱立伦说北北极桃连线就是希望都能够变成蓝天 那我们从台湾头在最后一个月今天来出发 同时成功市场代表成功 谢国梁一定成功 那谢国梁这几年脚踏实地 勤跑基层非常接地气 那大家的所有的团伤 所有的市民都是很好的朋友 今天来特别跟最后一个月给大家拜票 就是希望每一票都能投入 最后支持我们第一号定期第一号第一号的谢国梁 继前一天前总统马英九陪同谢国梁扫街拜票 接着党主席朱立伦也到基隆乡挺 市长候选人谢国梁说 这次有信心绝对不会辜负选民所托 马总统昨天也过来 明天韩市长也要来 那么我觉得我们基隆的蓝军的民众 可以说是非常的振奋 而且非常的开心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都陆续到基隆来拉抬国梁的选情 那我觉得我们的选情也不断的在加温 大家都了解各方的民调来看 我们一直都是维持小福领先 但是始终没能拉开 所以我们是很期待在未来的这几周 靠着更多好朋友的共同加入 那也跟大家预告在10月29号那一天 据我们的了解 赵少康 赵大哥以及罗志强 也会来为我们的候选后援会来支持来站台 所以大家陆续过来就表示大家对于我们一级战区 基隆市这一场选情的重视 而我也这个会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有信心要能打赢这一场选战 基隆市台湾头 而且我们希望北北基陶连线能够全部都能够变蓝天 尤其是我们这个北北基陶是一个生活圈 那这一次呢谢国梁带头抽到一号 然后张善政抽到一号 侯友宜抽到二号 蒋旺安又抽到六号 所以一一二六我们让北北基陶连天再现 同时我们就我过去的经验 这个整个生活圈的建设同一党 可以更能够大家团结合作 那过去我们基隆跟新北或者跟台北都不同党 那我们这一次很有信心 不但侯市长可以高票连任 台北市蒋旺安也稳定领先 国梁目前也是领先的状况 只是我们必须要稳定下来 我们让整个北北基陶都能够连线全部当选 国民党天王级陆续来到基隆 力挺谢国梁 选战进入倒数最后一个月 谢国梁持续勤跑基层 寻求选民认同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而选战进入了倒数阶段 国民党为了拉台关键县市 启动行动胜利中场会 首战来到基隆市 为市长候选人谢国梁拉台选情 包括议长蔡旺连也率领党及市议员 里长候选人出席 大喊团结 力拼全部胜选 选战进入倒数 国民党启动行动胜利中场会 党主席朱立伦 率领党务高层 首战来到基隆 今天特别选在台湾头 台湾头基隆来举行 这样的行动胜场会 一方面表示我们大家 共同的决心 胜利的决心 一方面我们要为谢国梁来加油 这一次我们从台湾头到台湾北 台湾东到台湾西 本岛外岛提名的每一位候选人 都是直直在看清清白白的 都是中道女性稳健物质的候选人 都是可以获得多次选临的任同的 这些建设感 非常感谢朱主席 以及我们的行动中场会 能够在第一次到外线次 来帮助参选人 就选择来到我们的台湾头基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被征召的时候 提出我们要引进产业 要创造旧业 然后要关怀弱势 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 这一点 我从去年十月正式参选后 已经都到处来宣扬我们的理念跟想法 在这一段期间 也获得了很多街坊 很多好朋友 以及大家对于基隆选情的期待 现在有非常多的长辈 看到国梁在直播外票的时候 不管他现在正在忙什么 他会放下首篇的工作 很快的骑摩特哲 赶到我们的直播地点 然后给国梁加油打气 这个一方面是代表了民进党的暴政 民众已经受够了 这一方面也代表我们未来的选情 是胜利待望 大家说 对不对 对 对 跟船长的船长帽给谢国梁戴上 朱立伦大力配监市长候选人 谢国梁 共事议长蔡旺连 副议长林佩霞 也和多位的市议员到场 凝聚大盆结气势 我跟主席 跟所有中常委报告 我等我们所有的党籍议员 所有的旅长 我所看到的 我们一一的都非常进行 不只是为个人能够蝉联言认 我们为我们市长候选人 几乎是全力以赴 全力协助 我不敢说我们百分之百 一定怎么样又怎么样 可是我们真的是 对于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会用审慎的态度 可是我们也有那种 很乐观的期待 这一次我们谢国梁 是党候选人 我们这一次在基隆头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有进心 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基隆 凝聚大团结 选战最后一个月 要立拼北北基陶 都变蓝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市区的交通要到 中日桥完工通车咯 接下来人五路 人爱桥改建的部分 预计明年农历年后 封桥施工 施工期约10个月 基隆市政府正在 沿拟交通维持计划 希望降低对交通的冲击 施工人员将围离一一撤走 从去年五月底紧急封闭 11月动工改建的基隆市中二桥 在历时近一年施工后 10月26号下午 终于开放车辆通行 整个基隆市区交通也恢复正常 中二桥是在这个礼拜天 我们利用卡玛电鱼室修室的期间 那我们针对我们 I一路、校一路周边 还有中二桥的周边的道路 我们进行一个铺设 铺设完成之后 我们在礼拜一礼拜二 进行我们的伸缩凤的 直滑施坐 那养护完成之后 我们跟各单位 包括我们的交通单位 交通科跟我们的警察单位 进行一个旅攀 那针对中山桥的部分 已经达到旅攀的 通行的条件的需求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下午1点05分 我们也开放中山 中二桥的开放风行 那所以我们市中心的中二 中山桥的改建的作业 目前就是已经到一个段落 都已经开放完成了 接下来要推动改建的 则是位于仁武路上的仁爱桥 预计明年农历年后 丰桥施工 整个工期大约需要10个月 在仁爱桥的部分 我们预计最快是在明年的农历年后 我们会做一个风桥施工的作业 那目前的进度是在做一个 工程的交维的制作 那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会送相关的交通单位 进行审查 审查完成之后 我们才会做一个开始施工的作业 那施工期程预计是10个月左右 那届时施工的部分 再请市民朋友 多多配合我们市府的政策 做一个改造的动作 金融市这种方面期盼 透过危险桥梁的逐步改进完成 提升市中心区道路环境品质 有效保护来往人车安全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导 而疫情趋缓 停办两年的金融市资深李林长 表扬活动恢复举办 第一场七堵区共表扬了 51位资深李林长 最资深的两位林长 已经服务满40年了 连霸10届的副名里里长吴明宗说 服务里名就是欢喜座甘愿寿 从金融市长李又昌手中 接下表扬状 林长们开心的与辅会首长 及议员们合照 这里是七堆区资深李林长 表扬典礼现场 前两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的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更宣布国境解封后 金融市政府决定恢复举办 希望以实际行动 向劳苦功高的资深李林长们 表达感谢之意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资深李林长的一个表扬 那之前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停止实体的一个举办 那这一次是因为疫情趋缓 我们恢复来举办 那很多的资深李林长 这个一份服务的一个工作做了几十年 最长有超过四十年以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市政府每年都会针对这些资深李林长 来进行表扬 希望一点点的一个心意 能够去表彰他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精神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向他们看齐 然后参与服务人群的一个行动 七鲁区二十个里 共有五十一位服务满十年以上的资深李林长 接受表扬 其中有两位林李长 服务连资更长达四十年 年八十届的副名李李长 吴明忠强调 当李长并不如外界想的那么容易 或是薪水高 对他来说就是欢喜做甘愿受 李长很不好当 这个反正是自己愿意当的 不能就不像网路说 那个什么待遇那么好 有什么瓦解富康 其实都是要做事 很多事情有时候 起床论 反正无理美理 李明都不管你这些 像这个 以大一点 打电话来问说 李长啊 这个快要演起来 怎么办 你们怎么处理 不会演 已经那个分龙道已经分开了 金融市长刘昌强调 上任八年来获得林李长的协助 让市政推动更为顺利 尤其疫情期间 各位林李长的鼎力协助 更让基隆防疫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 因此他对林李长都是充满感激 也希望大家继续秉持服务的精神 落实林李基层工作 让基隆市更繁荣进步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我是童志伟 唯一支持认真做事的童志伟 辛苦了 迪董要租的五台车 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 使用牌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 依化及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 正便利 111年 营业用车辆 让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和安心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 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 是因为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有感于为在基隆蛋白区的中和国校 需要更多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怀 市议员中晋盛牵线国际师子会300F区 基隆中正师子会 捐赠了15万元的社团发展金 给中和国校协助学生社团学习 中和国校学生杰出的叠杯表演 让基隆市议员庄敬盛和中正师子会会长成学人 也一起下场学习如何玩叠杯 并且现学现卖和学生们来一场练习赛 有感于为在基隆市蛋白区的中山区中和国校 需要更多 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怀 因此在基隆市议员庄敬盛牵线下 国际师子会300F区基隆中正师子会 特地捐赠15万元的社团发展金 由会长成学人代表捐赠给中和国校 由校长赖立文代表收下 协助中和国小学生社团学习所用 也让中和国小由衷感谢 很多学生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经费 就没有能力 那所以说学习上就撑吃不起 那所以说刚好校长来跟庄金胜 议员来引导我们 那我们就是有能力尽量去 尽量去帮助这个 算是属于比较落势的偏乡的 虽然15万元对于学校来讲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一般很多社福金大概都是1万2万 但是中正会真的很棒 一次就是大手笔15万元 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能够有更优质的一个学习空间 能够健康的长大 我当校长甚至有感觉就是 政府的资源给我们 我们可以把学校带得很好 但是如果说有民间的公益团体 社会资源在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像那个 就是可以让他们再更胜一筹 然后可以让他在别的学校里面可以更突出 综合国小演计划将这笔社团发展金 用在补助学生参加科技和美与课后社团 所需要的师资终点费和相关费用 减轻家长培育学子的压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综合国小缺乏学生上下学接送专区的问题 校方也特地利用公民行动方案课程 安排学生与市议员张炳君对谈 孩子们自己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张炳君讨论 希望炳君哥哥可以想出最好的办法 设置安全的学生接送区 机动是中山区综合国小缺乏学生上下学接送专区 家长接送学生必须聆听在路边红线上 或是把机车直接骑上人行道的问题 也成为高年级孩子们最关心的议题 学校特地利用公民行动方案课程 安排市议员张炳君对谈 孩子们自己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张炳君讨论 孩子们更希望炳君哥哥可以想出最好的办法 尽快设置安全的学生接送区 因为没有家长接送区 然后造成有车子围停或是拥塞的问题发现 那也很可爱的是说 我们中和国小六年级的学生 有一个公民活动方案 他们就是在针对我们中和国小 没有家长接送区来去进行探讨 还有在跟我们家长们做问卷调查 并由小学生们他们来去做一个访谈 那这些小朋友就指定说 要来访问他们的秉君哥哥就是我 那我刚刚也其实也就跟这些 我们六十年级的学童们 约在我们中和国小的校门口这边 来现场讨论如何要去来增设我们的家长接送区 当然我们的学童也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比如说把红线改为黄线 第二个是比如说在人行道来去增设机车停车格 然后在上学的时间 然后禁止机车停车 然后把这空间腾出来 给大家来去接送 当然这两个方案其实我们都会带回去 到时候我会来跟我们的教育处 公务处还有相干的单位 共同来去现场来去办理会刊 找出一个最好的方式 来解决到我们家长接送的问题 也同时可以保障学生的安全 那其实也觉得说 现在的小学生其实自主性也相当的强 也懂得开始为自己的权益来去发声 来去捍卫 而我也会持续来跟我们学校站在一起 共同来为我们这些未来的主人工 来去努力跟打拼 而孩子们的问题也是直接来自家长的担心 张炳君在现场遇到要接送学生的家长会会长 以及家长时 大家就直接向他反映该如何设置 学生接送区的问题 张炳君表示将会尽快邀请学校和基隆市政府 相关单位办理正式会刊 寻求长期和短期的改善方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安乐国小即将迈路100岁咯 校方精心安排了一场生命音乐会 邀请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演奏校友马水龙的知名歌曲 同时也分享了自我的生命故事 这场别具意义的生日前奏曲 翻转了孩童的新视野 也让师生留下难忘与美好的回忆 看不到路还要走路 小朋友们的眼睛蒙上口罩 两两一组进行挑战 安乐国小在百岁生日前奏曲 特地设计了这场BHE的音乐会 孩子们的盲目进场 揭开了这场音乐会序幕 你没办法摸到那个东西 所以你没摸到东西 你就会觉得有点怕怕 很危险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下面会有阶梯或是什么的 许哲成他本身是看不到的 那也透过这样的音乐传唱过程 用生命传递生命 也让孩子去了解有个正向的人生观 金庸子弟 知名的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改编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塞巴河》 《听哦哦》 都是由安乐国小校友 马水龙大师创作 透过王贵奇老师的导读 让孩子们认识大学长 更来场震撼的生命教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马老师 也就是我们大学长 他编曲的《塞巴河》 接下来我们又再听一首《塞巴河》 这一首《塞巴河》呢 是许老师许哲成老师自己编的哦 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不要随便放弃 不会的事情或困难的事情 你都可以去问老师 看不见其背后的努力 是独魔的艰辛 想要站上这舞台 是多么的不容易 《塞巴河》用一首首歌曲 说着安乐国校 杰出校友马水龙的故事 也用一首首改编曲目 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在想啊 如果我看得见的话呢 我应该会最想要看到 我的家人 他想要看见他的家人 老师问你们 你们看得见你们自己的家人吗 你每天都可以看得见自己的家人 那你要不要好好爱你的家人呢 校方精心安排设计 百岁生日的前奏曲是如此动容 今天许泽成老师呢 到学校来 他会透过他的一个生命经历的分享 还有音乐的分享 让孩子来认识这个马水龙老学长 当然还有失声耳熟能详的卡通歌曲 在孩子点播的DoraEmo欢乐音乐声中 提前献上满满的祝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疫情带动了数位学习 中华白四代关怀协会 在新北市新店区 举办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邀请产官学民等各界的精英 共同关心数位时代的儿哨影音权益 白四代关怀协会长期致力于 关心青少儿数位学习 网路两性教育 22号白四代关怀协会 办理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当天分为上下午共四个课程 包含影音媒体创意制裁权 数位时代影音权益 影音媒体儿哨健康权 及影音媒体社区行动 白四代关怀协会执行长黄维维表示 透过课程讨论再使用媒体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的秋季论坛 的主题是数位时代的 乐听权益 这当中我们会从乐听人的角度来看 目前在网路上出现 许多充满创意的梗图 那当然目前在网路上 有许多的影音的节目 跟自传自媒体的内容 这里面会碰到 有一些是使用音乐版权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除了关心一些创意 也会关心在网路上面 音乐智慧财产权的使用 那在今天的下午的部分 我们则会邀请到 国家地理频道的制作人 纪录片导演 来谈目前在跨国频道当中 怎么样能够来展现 台湾的形象跟台湾的观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 使用媒体的人越来越多 生活越来越方便 红OA表示 也因为如此 希望透过课程让大家明白 即使在网路上 也要尊重他人的智慧财产权益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 白世代举办的 媒体天空领航员的秋季论坛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来关心 不只是网路上是一个 充满创意的空间 同时它也是一个 要尊重他人 智慧财产权益的一个 一个自媒体的空间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 目前在台湾谈到 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发展的国家 那我们在言论自由 还有在一些保护人权上面的分寸 应该如何拿捏 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 自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4点半结束 共约150人参与课程 四个主题演讲 透过各界精英分享不同例子 希望借由论坛 让民众们关心 数位时代下的影音权益 记者林应彤 新北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估计YouTube按赞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青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起來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好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T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 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 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 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 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 關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婦人 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 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 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 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嘉集團 關心您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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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